好 主播 画面上可以看到好几名身穿黄色衣服的人列队排成了好几排 而其中在那最前面的男子他的手中还拿着台湾的国旗 因为他们全是台湾的搜救队人员 土耳其的强阵造成将近三万人身亡 而台湾的搜救队员第一时间远复当地救灾 公园不休是救灾了好几天 虽然过程中发生了不少的插曲 但也总算是完全的任务 而他们在台湾时间今天傍晚五点多的时候 收拾好行李 一共130人包含这个搜救队员还有护理师 跟五支的搜救犬等等 在和灾区敬礼致敬之后 分梯次的来搭上巴士 将撤离往阿德亚曼机场准备要返回台湾 预计会在15号抵达 以上是文章道的情形